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开股的这个概念股 全部都包下来 就一次缴费 我们就会做到年底四个月 那就是大家还没加入 请赶快赶快加入 好 那我们说在 做任何的技艺或技术 都要不断的练习 我们看这只狗狗 这只狗狗是我们家的小狗 前友孙 那它的特异功能 它就是倒立 它就是有这种本事 那你说它练了多久呢 你绝对难以想象 它练了非常非常久 它根本不用练习 它天生就会了 天生的就会 这种一边走路一边倒立 但是呢对我们来讲 我们如果要拉小提琴 下围棋下象棋 还有做任何桥牌啊 这些全部技艺呢 都一定要好好的练习 要好好练习 至少我所以有一个叫做 一万小时的法则嘛 就是天才是一万小时的法则 就是你要不断不断的练财 练不断不断练习呢 才有可能变成天才 所以天才背后呢 都是不断练习出来的结果 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 你一定要非常努力 然后才可以显得出毫不费力 就是这个意思 台上几分钟 就台下是十年功 台下十年的功夫练出来 才是台上五分钟而已 所以我们操作股票也是一样 你要让自己变成高手的时候 你一定要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磨练 才有机会出类拔罪 变成高手 好我们看今天的大盘 今天大盘呢 一开盘的时候 是在一万六千六百点附近 那我们看到这里有三条线 一万六千六百点 一万六千七百点 一万六千七百七十点 这三个区间 那开盘在一六六零零左右 后来就拉上了一六七零零 再整理一下 后来就持续走高 持续走高 碰到一六七七零的时候 没办法过 一直到最后收盘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够 但是最后一盘 因为拉台积电 台积电拉又涨了两块 所以最后呢 是一六七八九做收 涨了一百四十四点 涨了一百四十四点 但是今天的量不大 今天只有两千三百多亿 好 今天的量不大 那但是电子股呢 它占了这个整个成交比重的 68% 那所以它的比重也稍微下降 还有AI概念股 还有这个 它的半导体股呢 它们的比重呢 都是占了22%左右 但是就说它们是没有说非常的 量没有非常大 但是维持维持这个防守的 防守的这个量出来了 好 那今天因为有这个摩根斯坦利大摩 它举办台湾的AI论坛嘛 所以它有一些这个相关的 AI相关的股票就表现蛮不错 像第一档就是爱普 6531的爱普 没有多久就拉涨停 那创意啊 那个四星KY都表现的还OK 那但是就是其他的 就没有表现那么理想 好 那我们来看那个三大法人的 期货未平仓的部分 外资它在上礼拜五 未平仓有6000多口 又它又把这个原来有8000多口的 平掉了2000多口 那但是它的现货部分呢 它又卖了85亿 卖了85亿 所以等于说它的心态呢 是比较稍微偏空的 现货期货都是做空 但是没有说非常非常用力 就是就是适当的 适当的做空 看空 适当的看空 好 那上市余额 融资余额部分呢 没有增没有减 还是差不多 就减少了0.4亿 那来到了2193亿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缓缓 缓缓增加是ok的 好 那我们之前讲说 这个大盘有8个出货日 之前有8个出货日 所以这个大盘上去的话 会有卖压重重 那就是说 越往上去的话呢 我们要 越要小心 那这个卖压呢 就会随时就会 这个想要解套 因为套牢的 之前来到 这三个高点的 三个高点的这个卖压 17,400点 这三个高点 这个地方呢 有很多人套牢 那所以越往上走的话 往上的这个卖压 解套卖压就会越大 而且还有这个获利了结的卖压 所以会形成这个17,400点 不容易就穿过去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看呢 就是16,300点到17,400点之间 持续在震荡整理 这个是持续震荡整理 好 那我们在之前有讲过 这个跟教大家 一定要 你一定要会学会的 你一定要学会的 这个K线的反转形态 我们现在只讲到一部分 小小小小的一部分 长黑引发的这个K线反转形态 那其中包括空头吞噬 乌云罩顶 这些你一定要会看 你如果说你自己手上的股票 产生这种K线的形态的时候 赶快 赶快先跑一趟 先落跑 然后再看一看 一个礼拜过后 如果没什么 没什么这个重大的这个反应的话 那时候再回来 再减便宜货 好 那我们看今天的一粒电 测用的这个PCP 那个一粒电 表现的还不错 那但是呢 我们看 任何股票 任何股票都会有可能产生 这个长黑引发的这个 这个反转形态 那我们看一粒电 他在2012年12月7号的时候 就产生了一个很长的长黑 这个很长的长黑以后 所以造成他股价就连续下跌 至少跌了八天以上 然后再横向整理 这个就是 你一看到这个空头吞噬的时候 你就是赶快要赶快绕跑 好 那宏杰科今天也表现的蛮强的 今天最后收掌停板 然后让我们看 他是在2021年的时候 他产生了一个这个乌云造顶 乌云造顶以后呢 五天以后他试图反弹 这个股价试图 多头试图要反弹 创新高 结果没有 他没有办法突破 这个乌云造顶 那个地方的高点 所以又继续 股价又继续回答 结果那就跌了蛮深的 好 那所以说我们要提醒大家 你以后看到你的股票 产生了乌云造顶 产生了空头吞噬 产生了反扑 或者产生什么 单黑这些的这个发展形态 赶快先跑 赶快先跑 好 那我们就 会不断的推荐大家 跟大家分享成长股 成长股 那我们因为这个 袁老师的这个经验 我的经验非常丰富 那包括我在这个理财周刊 发表一系列的成长股的操作策略 这些文章 然后我的影片 也是成长股操作系列 也有一系列的影片 大家都可以找出来看 好 那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参加的工商时报台股主动赛 卷出了非常多的成长股 包括滑星光高丽材料 材料KY 那这些都是成长性非常大 所以就对他们的股价 造成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他们就股价涨6倍 涨5倍 涨4倍 涨3倍 比比皆是很多的股票 都是在那时候选出来的 那你可以看到 有什么成名店 台光店 雷虎 建基金像店 中兴店 这些都是明朝一时的成长股 那涨势都蛮大的 涨幅都蛮大的 好 那我们不但可以帮你找到 好的成长股 而且时机会找得更巧 进场的时机会更巧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成长股 这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地里面 你可以足梦 足梦在成长股里面 但是呢 我们要稳赚报酬率 所以我们要在适当时机介入 然后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这个报酬率 那这个成长股 一年四季 或者是说 讲这个更清楚的话 就是每一年都会可以有成长股 成长股 因为成长股就像是生日一样 生日每一个人生日都有 每年都有 每年都有 成长股它也是每年都会发生 但是可能标的不太一样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就在有这种本事 把这种成长股筛选起来 筛选出来 然后这次股票呢 它的股价呢 就会大涨 好 那譬如说我们在八月中的时候呢 筛选出来的这个第二季 今年第二季的成长股 今年第二季成长股包括哪些呢 华城 银邦 汉唐 宝瑞 佩波 佩亨 对不起 佩亨 还有这个高丽 这些呢都是 第二季选出来的这个成长股 成长股 那这个华城今天又创了新高 今天收盘价又创了新高 甚至呢 他盘中一路 一度来到了310几块 那表现非常的沉稳 逐日逐日走高 逐日逐日走高 那因为他的 他的题材蛮多的 除了强热电台电的强热电网 绿电充电桩 还有美国的电力电网的基础件 这些都是支持他的这个股价 营收持续不断成长的 好 那另外呢 这个银邦 银邦今天表现的也很不错 今天涨了33块 那今天涨33块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 今年的 今年的4月多的时候 4月多的时候筛选 根据去年的年报筛选的时候 就筛选出银邦 银邦那时候就非常强 那时候股价只有136块 然后结果 大涨两三倍以后 到现在呢 第二季 他仍然入选 是 所有股票里面当中 成长性最好的股票之一 所以第二季他又入选 所以这个股价呢 会因为他的营收营涨 营收营余不断的成长 而造成他的股价持续的往上攻 所以这张股票仍然是可以持续注意 高利目前在这个低档横向整理 那他因为他是股价从这个高 高档300元回档下来 现在横向整理 还没有真正要发动的时候 那就是说他要整理完毕 才有可能正式发动 目前还在整理 那宝瑞呢 是他除完全以后 除完全除息以后呢 来到低档 形成一个小小的这个W底 W底 这个这个两个底呢 没有破 所以他现在目前呢 是逐渐走高 股价是一步一步往上走高 那现在就是要公布这个 9月份要公布8月份的业绩 如果说8月份的业绩表现的又很好 那股价仍然可能又再继续往上涨 好 那佩亨这几天表现的都非常的强 那今天又差一点来到涨停板 这几天呢 5天之内 5天之内就拉了4根的 几乎3根半的涨停板 所以他这个是 因为他的成长性非常够 而且他股价回档也够多了 所以他这个目前反映出来的话 就是向上反弹 好 好 那我们在开盘前的时候 我们就在那个Yat 还有我们的这个TG上面 我们就公布了贴上了这个 持股超过1000张的这个大户 他们这个张数增减比例比较多的 这个个股的名单 包括哪些呢 包括伟权店 包括情邦 这些都是1000张大户 这些都是1000张大户 他们的持股的这个张数的比例呢 大幅增加的 还有包括哪些呢 包括一家 一家 幽群 建基 威刚 这些都是在这里面 都是在这里面 那今天表现最好就是伟权店 和情邦这两支 拉上掌停板 好 那我们来看 那伟权店我们是在这个上个礼拜 就已经在跟大家推荐了 我们上个礼拜就推荐 然后我们今天盘前的时候 又贴文出来 上个礼拜就跟大家讲 那时候呢 突破了这个平台整理 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买进点 突破这个平台 突破这个整理区 那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买进点 所以它是属于这个苹果Type-C的这个概念股 IC设计Type-C的概念股 然后呢 它有另外一个题材 它就是Intel Intel它的自驾车的概念股 维权店是其中的一个概念股 那今天又拉出一根掌停板 那情邦呢 情邦最近表现非常的强势 他是做国际性的这个综合工程 统胞工程 就是包括建厂 包括半导体系 石化厂这些建厂全波包裹 就是统胞 就是你交给他 他完全把你做好以后 他再把这个厂房交给你 好 那情邦就是最近连拉 连拉的三根藏虹出来 表现非常好 那他的这个大户的持股比例 也增加了很多 所以表示说这个这个 一时间股价不会马上的熄火 所以仍然是可以持续注意的 好 再来我们看 9月份 9月中 就是苹果 他要发表新机 所以 目前呢 苹果发表新机 那他的这个 题材呢 就陆陆续续 有再出来 其中最大的是苹果15 苹果iPhone15 他的这个 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 他的充电的接口 充电接口 因为欧盟规定 要苹果电脑改成Type-C 改成Type-C的充电装置 他的传输速度呢 是USB3.0的两倍 所以这个呢 苹果就会改 那苹果一改的话呢 很多台湾厂商就会受惠 好 那我们现在插播一个这个全新 全新他是生化家的这个 生化家累经的这个概念股 那因为PA功率放大性 那他的这个 他的产品呢 受到苹果的这个认证 然后苹果采用他的产品呢 他下半年的动能呢 营收动能会持续增加 因为iPhone15这些出来 他的这个营收会持续增加 另外他还有 还有哪些呢 云端的AI市场 还有这个光纤 光纤宽屏升级 那这些都是对他来讲 还有他有这个电动车的 这个概念股的题材 所以他题材很多 他也是一样 他是突破了这个短期新高以后 那现在呢又继续往上串高 所以股价呢 仍然是可以持续的 那最近最近几天 最近四天内 这个外资持续在买进这个全新这支股票 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个宣德 宣德是我们之前 之前我们前一个礼拜一个多礼拜前 就持续跟大家推荐的宣德 他是苹果Type C的这个概念股 那今天差一点 今天盘中差一点也快拉到涨停板 那大涨了这个五块钱 那个他股价非常低 只有在收盘的时候只有61块 大涨了五块钱 八%以上 八点多%以上 所以这支股票仍然是可以注意 那他的 他有电动车 还有低轨卫星的这个体材 都爆发在这宣德里面 那创委今天也表现的还不错 那他是IC设计控制晶片 USB控制晶片 也是Type C概念股 Type C的概念股 好那智源我们在讲说智源呢 他的整理整理了非常久了 目前几乎就快突破了 我们看到这个三角形整理 几乎快要突破了 如果说他往上突破的时候 那他还有一番的这个价格的空间 还会继续往上涨 那智源这个我们就持续注意到 他是不是什么时候会往上突破 这支股票可以持续再关注 那易容店是我们在之前 这之前在这个地方呢 有持续跟大家推荐的 那今天表现的非常强 今天表现非常盘中也差一点 快接近涨停板 那这个是他整理以后 整理以后呢 就往上这个创高创新高 所以现在股价会可以持续再注意 好那细创是我们不断的跟大家讲 就是投信持续的买进 投信持续买进 买进了两个多月了 然后他的股价呢 逐步的跌高 逐步的跌高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 是这个 第四季的法人作战的一个标的之一 好 那重光店是我们就跟大家讲的是 投信不断买进的股票 投信不断 涨也买 跌也买的这个股票 那金元店也是这个投信持续不断的买进 然后那个我们之前已经做了一波 赚了30% 那现在我们再等一下 等看看找机会再重新介入这支股票 好那见底 这个也是投信不断的买进的 投信跟外资都有琢磨 那股价呢 又持续的往上缓缓的放高 好那奇迹也是一样 是投信不断的买进的股票 那外资也是非常琢磨非常多 所以这支股票呢 逐步走高逐步走高 这些股票都可以注意 那这些股票呢 什么时候可以买进 什么价位可以买进 来打这个电话 打这个电话 打进来 跟着老师一起做 就对了 打电话 跟着老师一起做 好 那我们最后 跟大家提醒一下 有一档隐藏的叫做选举概念股 这个叫轮飞 这支股票是非常犀利 飙涨非常犀利 去年县市长选举的时候 县市长选举的时候 他大涨了八倍 大涨了八倍 那今年呢 今年你说要从这个价位 往上复制再大涨八倍 可能性非常小 不过只要他可以涨个五成 涨个一倍的话 那就够了 你只要买到他 他可以赚个五成一倍 那就已经很爽了 好 所以这个轮飞 这个选举概念股 就是国民党的党主席 朱立伦岳父 叫做高高高高议长 他的这个股票 选举概念股 那这个是大家就是 就是摆在心里面 可以注意一下 好那我们的这个 我们选股的方式呢 是我们会从基本面选股 选到一个这个投资池里面 投资组合里面 然后呢 再根据这个技术面 来找对进场的时机 这样子由基本面 技术面配合 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 比较高的这个报酬率 那这个就是我们操作的方式 那这些股票就是 什么时候可以买进 好 什么价位可以买进 打电话来 跟着老师一起做 好 那我们这个专案呢 一加三这个专案呢 马上就要结束了 还没有跟上队伍的 这个观众朋友 赶快打电话来 赶快打电话来 那个跟着我们一起来操作 好 那我们这个 要你鼓掌这个节目呢 会不断的 跟大家分享很多 很好的这个潜力股 那请你锁定 我们要你鼓掌这个节目 那并且按赞订阅分享 好 那 那个 每天持续 每天记得 持续要来看我们的 要你鼓掌这个节目 好 我们明天见 拜拜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蓝牌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制根本 再到实地则房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周刊 让你赚金第二份薪水